千人游行捍卫食安 不管老的小的所有人站上街头 为的就是要抗议顶心黑心油判无罪 我们人民对这个食品安全环境 已经感到相当的不满了 所以我们这场活动主要发行的目的 就是修改食安法 这场抗议大游行 吸引上千名民众上街 除了拿布条就连为硬冲的画像 也被变成标靶 甚至有民众cosplay成玩皮包 表达对司法不满 民民大家都知道他有错 可是就是却没有给人民一个交代 这种的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 其实会遗害到下一代 而且会影响到台湾在国际上的一个民生 董新闻综合报道 然后再诱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